臺灣肯德基先前大動作在官方社群平臺發文 揚言可能要和熱賣產品蛋塔劃分界線不賣了 周一正式對外說明蛋塔沒有不賣 而是推出新的甜點產品線 先前和蛋塔劃分界線的發文引發網友熱議 更傳出有肯德基員工表示民眾怕停售搶著買 讓蛋塔製作數量從一天五百顆暴增到一千七百顆 而這次新產品廣告推出後 網友也在底下留言 不得不說這次打廣告可能是有史以來最成功的一次 但也有網友說感覺到最後還是蛋塔最經典 結果好普通 可惜了前一波流量密碼 除了肯德基蛋塔行銷手法成功掀起話題熱度之外 漢堡王也未即將在屏東拓展分店創造話題 同一天宣布限定推出當地食材 萬丹紅豆系列產品 為了搶奪素食市場一席之地 業者可說是費盡心力 新唐人野太電視 曾一豪 曾新敏 臺灣台北報導